这里就是中山纪念公园 他们当时革命的这个艰苦的过程 如果能够做成这些事情 真的是老天爷 从天城大楼办公室俯瞰台北转运站 最后手指停留在中山纪念公园 他是中山梅花党副主席谢祖宣 从企业界退休 75岁要挑战选副总统 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朋友最多的一个国家 是敌人最少的一个国家 怎么能够带领我们的老百姓去打仗呢 希望各政党统统坐下来谈一下 就是世界大同 优先两岸情势是他站出来的原因 但谢祖宣是副首 这组的总统被连署人 是66岁退休老师福音 他不愿面对镜头 他讲的话就是孝顺 视为巴德 是上天的代言人 我们大家修行的人大家都知道 发现他讲出来跟你对境界一样 这不就是应亲吗 男人应否结缘登记是临时决定 宣传单上写着与天约定 向天借胆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 我绝对在我任内四年之内 让你达到五万 我集的是水电梁建伊康阳 我上任第一个就是减税 你的责任就是给员工加薪 主张透过减税 让资方给劳房加薪 一览官网的五大诉求 包含重振传统文化 育儿保障 国家资源均分等 他出身一生世家 父亲谢工人 曾是第一届国大代表 之后在澎湖开医院 落地生根 谢祖炫则是在1989年到中国 做了第一代台商 我没什么钱 我就选了一个做香肠 1999年股票上市了 那个时候我做到了100亿人民币 七八年前我回到台湾 都是落叶归根 中国双汇肉品集团 就是谢祖炫投注不少心血的公司 他靠金融和农业专长 打造出香肠王国 也曾以联合国科技性希望 农业专员的身份 被顾总统李登辉约见 在2008年凤凰台风当天 一聊旧事五个小时 日本2400个尖端农业的农场 每一年只要有发表 我就去听就去看去学 我跟他谈了五个钟头的时候 李登辉真的是跟我食指相扣 谈到了政治 谈到他最有兴趣的农业 和前总统聊农业 却没想过有一天 自己会砸百万聘连署 我是一个很小的党 我知道连署对我来说 根本就做不成的事情 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任务 75岁的谢祖炫依旧热血 谈尽天 谈四维八德 只要还有人愿意听 他就有讲下去的动力